臺灣共產黨趕快請教沈大佬 你也是醫生 因為是醫生 所以食安問題可以處理得比較好嗎 柯P是這樣認為 你說那個器官的問題 食安 對 器官問題也可以繼續談 那等一下 我們先講叫食安 食安因為是民粹 因為是熱門 所以今天晚上恐怕逃不掉 但是如果被人提到 公民團體也好 或者兩個人彼此都提到的話 我認為是浪費時間 因為兩個人各有講法 很難分出高下 所以既不加分也不減分 就沒有什麼好比的 不過有一件事情 我是要問世綱 比如說你十年不准上架 是那個公司的違法的黑心 十年不可以上架 還是整個公司的產品 十年都不可以上架 我要請教我們的觀眾 今天晚上聽這個時候 要小心一點 因為現在在選的 這些政客們或者素人們 其實都是口號 比如說關他關大佬 罰他罰到島 然後現在十年不上架 我請問大家 一個食品公司的產品 如果十年不可以上架的話 那還有食品公司嗎 他老早就倒掉了 那倒倒掉 所以這句話不是多詞一講嗎 所以請教一下 好 來 誰剛 我想陳大佬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基本上就是 他這個產品 除了問題的時候 要用那個抵制力量 讓這個黑心公司倒了 不是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是請教你們的十年不上架 我的意思就是 就是說 你不能上架 就沒有收入嘛 沒有 沒辦法買產品 沒辦法收入 所以基本上 他這個公司 沒有要維持下去 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兩千年左右 日本血印買粉 今天大家談得很多 只是因為在生產過程當中 滅菌不是很徹底 所以導致整個人吃了 拉肚子或是不舒服 然後呢 但是日本民眾抵制他 讓他完全公司破產 然後最後分拆 有的是有國外的雀槽買走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 就是有異曲同工之妙 就是黑心的廠商 不允許他一而再再而三 特別是我們台灣的朋友 你還是沒有回答我十年 我們不上架 我們台灣的朋友 是剛剛說的那個說法 有點矛盾啊 因為他講的是民眾 自發性的抵制行為 可是你回到的 我用法律去限制他 我們光講一個好了 你如果這一次 以混油的事件來講 你說頂心有問題 你說這個頂心製油有問題 我們要講清楚 頂心製油有問題 衛權的油品有問題 可是你要抵制整個頂心集團 或者是康師傅什麼 所有的集團 十年都不准上架 我認為你那個 到實際上執行的時候 會有很大的 我想這個執行的好 如果什麼樣效果 什麼樣招數效果 會最好的話呢 可能把政府也拿出來了 但現在做不到呢 那怎麼辦 因為這個問題 天天都還在發生 這兩天有鋁鍋 連那個什麼 熱水器的那個通風管 都有問題 就全台灣發現很假 這個假的問題 他到底哪天還要 蹦什麼東西出來 所以要一致性的一個 處罰方式嗎 現在說恐怕都是言之過噪 所以我是比較傾向 認同神道好講 這或許是個 現在當紅的議題 但是能夠提出真正解決辦法 很難 那大家怎麼去辨識 這是不是喊口號 大家晚上好好看辯論會 看他們怎麼說 不過一樣神道好 剛剛講器官 器官這個問題呢 嚴重嗎 您是醫生 器官這個問題 其實在問我最對 但是我看政論節目問我的人很少 因為其實這個我比柯P還懂啊 柯P只是主管大家的這個登錄的問題 他管制這個系統 所以那個作者才會找上他 但是問題現在柯P處理這個方法 這個問題的方法都說 就是太誇大了 我已經記得一封純正信函 上個禮拜內給我回答 好像就沒事了 我認為這個作者在加拿大 跟在美國的作證啊 言之早早喔 這個是台灣大學 這個創商部的主任郭醫師 所以我覺得他光是這樣交代的話 距離還有三個禮拜兩天的選舉 這樣的講太模糊了 太不負責了 我覺得他需要借今天晚上或者這兩天的 要成績一件事情 你跟他見面了一定是的 你跟他談過話絕對沒有問題 但是談的內容你去過大陸了吧 如果你要否認這點要不要 你去過大陸了 他不會否認這個啊 你跟大陸有一些 跟器官移植的醫生見過面 談過話了 喝過酒不喝酒這個不重要 我從來不管人家喝不喝酒 但是在酒肉耳汗之餘 你有沒有說為台灣同胞 就說太貴了 是不是 就跟國內 你們國內的價錢 就稍微比一下 這個有沒有談到 這個如果有談到的話 對他也無傷 為什麼無傷呢 台灣的病人會非常感動 會說這科幣實在更好心的 又帶那些情趣更小的價格 最後一點 當你談到這些器官的時候 有沒有追究到這個器官的來源 因為對方根據這本書 對方有講 說這些器官 有些是老肉殘兵的啦 那個有感染的啦 吸毒的啦 但是呢你們台灣同胞 我們特別給你好的 是來自法輪功的信徒的 這一點呢 是不是你有碰到 這一點呢 如果可必知道這些器官來源 跟錢有關 違背捐贈人的意志 還有沒有家屬同意 尤其是法輪功信徒 如果你都知道一點 而在當時沒有警覺到 這個人權問題的重要的話 那我覺得柯P你在整個過程裡頭 是有瑕疵的 有瑕疵並不是說 就不能當市長 但是喔 勞息比較好啦 早一點勞息 但是我們要問一個前提啊 我認為柯P大概不可避免 今天晚上一定會被對手 問到這個問題 那如果他講了 他也說了 那這些內容到底大家相不相信 還是要繼續流於口水呢 如果他回答我的問題的話 大家就相信 因為我問的很 很低 很具體啦 很具體啦 就是說一個醫生 因為他在台灣 是所謂這個器官移植登陸的 這個系統的發起人嘛 他是可以說是始祖嘛 所以中國也想引進台灣 這一套系統 希望能夠救更多的人 這個是一個前提 請他去接觸或演講 我想這個大概不可避免 因為他兩岸確實是有這樣的功能 那是葉克摩的部分 那是葉克摩的部分 他講得很清楚喔 兩部分兩部分 他確實有講過這一段說 因為台灣的器官登陸 這樣的一個系統 確實是台灣做得比較好 所以中國想要學習 也有邀請他去做這一方面的訓練跟演講 去沒有問題啦 所以重點在於說 柯P有沒有知道 所謂器官移植的這個被移植者 提供器官者是來自何方 是不是健康的活體 是不是所謂的法人工成員 如果是 那柯P可能有很嚴重 人權跟倫理的問題 對 那如果他不知道 那我們相不相信他說 他不知道 這樣的一段話呢 那大家要不要繼續追究下去呢 因為我覺得 從MG149以來 我看起來就是各說各話 即使當事人再怎麼樣 已經經過所謂的審計處 已經經過所謂的地檢署查證了 大家還是在每天撲份啊 MG149啊 所以我是覺得 我們這個社會要跳脫 我覺得台北市這一次的選舉 很重要一個概念 不想落入什麼二元分法 繼續製造藍綠對決 繼續信則恆信 不信則恆不信 我是覺得大家心裡都有一堂尺 你可以判斷的 是的 施鴻 我想這部大屠殺這本書的作者 不是藍軍 也不是國民黨 他是一個加拿大人 是一個自由撰稿作家 一個調查人員 那昨天有一個報紙 就把他這個重要的書栽把它摘出來 我就唸一段話 就台灣這麼多醫生 亞洲這麼多醫生 為什麼這個作者要去找柯文哲 那作者跟柯文哲說呢 沈道老已經說了 為什麼是找柯文哲 聽我講好不好 我就照念好不好 這是別人寫的東西 我就照念 不加有添塑 這個作者只要跟柯文哲說呢 我不是從政府機關來的 我不能強迫你談這件事 我不能控告你 我知道你到大陸弄器官移植 是為了病人 我想就是把這個作者 找他的原因 就講得很清楚 OK 那至於說後端 那柯文哲到底有沒有去介入 我認為他也許沒有去真的買賣 但是中間有沒有用中介的行為 或有其他不合於常理法律 或是倫理規範的方式 我覺得他作為一個醫生 有必要講清楚 好那今晚這會是個辯論的工房的話題嗎 那柯文哲整個一路選舉來 就說這不是我的Style 啊我已經去純正信函 叫他說清楚講明白了 然後就沒事 是應該這樣子嗎 然後事後如果他真的當選這些問題 要怎麼解決 如果是的話呢 我們待會回來 OK